總督在台灣經營那麼多建設 蓋蓋的八田營業建設也在這裡 還要開自己的房子去放自己的領土 這樣邏輯上過得去嘛 過不去 所以這要翻過來 請問一下 用行政命令就是 郵政黨國的那頂帥 行政命令 傑昌市定01297號訓令 裡面就有什麼 查台灣人民元席我國民 知受敵人侵略 致死喪失國籍 知今國土重光 所以所有台灣人民全部一律恢復為 我國籍 他裡面的內容是這樣 這樣對嗎 這樣我就寫一個頂帽子寫下來 我就看隔壁這樣 房子很漂亮 差不多幾千萬這樣 像那個地堡這樣 我就帶一頂帳 傑昌市定01297號訓令 查地堡 元席我的 所以今天開始地堡都是我的 大概到底那 可不可以 笑 所以那本是違法的 違法的行政命令 因為它違反國際戰爭法 交戰國軍事佔領的期間 不可以去改變 佔領地台灣的國籍 你看G7裡面 它裡面的文圈內容 我告訴你 好了 世界人權先緣的第15條 裡面有講到 每個人都擁有國籍 而且每個人的國籍 你不可以否定 也不可以剝奪 這個就是世界人權先緣 第15條的精神 也就是去年2015年的2月28日 這是台灣時間 美國時間27日 那3月12日的時候 由民主黨所有人 跟我們台灣民政府的 同心團隊 到美國去參加 美國華盛根DC 國際記者俱樂部 National Press Group 記者會 來對我攻擊 世界人權先緣的內容 所以大家要知道 台灣目前 這個三個階段還給人 要復習 為什麼台灣公平跟正義不見 要說 美國打敗日本天王 將日本台灣處分 委託蔣介石透過一號命令 軍政跟民政 台灣軍事政府的東西 就是台灣列島 中國軍政府 就是台灣警備總事務 當然 台灣列島 中國民政府 就是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然後 美國 美國 不想到 在1975年的 10月25日 地底 無死年的期間 我要 變台灣政府 美國才要收拾 所以 套貴 全部 套貴這個 台灣關係法 進入 什麼 政治台灣的現狀 國際戰爭法下 政治台灣現在的 保護傘 就是台灣關係法 美國國務院底下 AIT 民間組織 讓中國的 國安政典繼續奴彌台灣 中國的戰典軍 變成 自己當局 要聽什麼 國務院的政治主張 美國完全看不到人 你說這些人都拿他們的身份證 我看不到 所以為什麼要證明自己的日治成本 你才能凸顯你的身份 你才能凸顯你的身份 到底是誰 那 法理台灣 現在這邊也在進行 就現在的和平條例 比台灣關係法還要高 美國軍政府底下 有兩個單位 台灣列島 美國軍政府 跟台灣列島 美國民政府 美軍跟台灣民政府 軍事外交 美軍跟民事 所以大家看 美軍 美軍 新聞 不在一起看 你會穿關落衣 叫吹 吹 吹 第一天 看到什麼 灰 手 三種 代表你的家庭 愛情 鋼 有看到嗎 有 有 都這樣 就是這樣 美軍 大家都是 3C產品 一直在看 像眼睛 你如果用3C產品 就叫 顫抖 比較不會像眼睛 關鍵的問題來了 共産的蔡英文小姐 跟陳建仁先生 她是不是台灣總統 追館 她拿什麼證書 要了解 她的歧視只有這一面 才是可以 飄搖在全世界 OK 好 今天你們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